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让算是相当稳健 指数看到就一路往上面续创新高 今天指数一样在很小的幅度之内震荡 但是还是维持很强势 所以指数这段时间就慢慢往上面垫高 其实指数大涨的时间倒不是很多 不过就维持多头格局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个股上面 也就是当时跟大家说的 指数其实你只要确定 它是一个走多格局就可以了 细节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不用想很多 因为真的重要的是有爆发力的股票 或者应该就是说可以让你赚大钱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把目标股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台湾这一次反正 我觉得受惠程度是真的蛮大的 而且明年有些产业的趋势 那其实非常非常强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该赚钱的时候就是要好好的赚钱 那先来看看今天这个就创新高了 好 这是今天金测 今天持续创破断的新高 来 看到今天933块钱 那今天再度刷新新高 好 所以就震荡走高 震荡走高 越走越高 尾盘的时候来一样往上 那今天933块钱今天再创新高 好 所以就和之前跟大家讲的完全一样 对不对 该涨的就是会涨 那该分出就是会分出 而且其实虽然它很少涨停 但是这样一路下来差很多 对不对 虽然你看它不是常常在涨停 那或者有时候 有时候大涨之后也会震荡一下 不过最后结论你看 其实累积起来就是赚非常多 对不对 而且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赚 对不对 今天933块创新高 那很多人都关心 这个是不是很快就会看到四位数 对 我想四位数其实是很自然就会来的 而且应该也不止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其实你真的不用想很多 就一起来赚钱就好了 反正每个人都可以赚很多 那一路以来到现在933块今天是不是 果然创新高 那你看从5字头到现在 这幅度都大 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个买点 对不对 都公开操作 那我觉得爆发力是真的很强 因为在围间距的探针卡 这里就是遥遥领先 对不对 竟然测试板 或者可以说是探针卡 那这一边的话 尤其在围间距的这一块遥遥领先 这就是我以前一直跟你强调说 在高阶制程上面 它确实是技术非常非常领先 对不对 那么现在往后看的话 那先进制程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对不对 台积电的 不管是现在7奈米这边已经全满了 或是5奈米现在是 重量级的客户都在抢先预购 那么在接下来还会再到3奈米 那其实不管7奈米 5奈米 3奈米 反正先进制程确实是非常非常自首可热 对不对 因为台积电本来就已经领先别人了 那后面新的东西几乎都要用先进制程 所以5G要用 然后还有包括高速运算也要用 那么当然人工智慧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重要的大趋势 几乎都要用到这些 那这些其实讲起来明年的爆发力都很大 那产业成长力都很强 意思就是说需求是非常强 对不对 而这里面呢 5奈米 5奈米 5奈米制程的唯一合格的探针卡制造商 就是这家 所以那几乎就是要独吃市场了 对不对 因为就只有一家合格 那5奈米当然就是明年最主要的 对不对 因为苹果A14处理器就已经要用5奈米了 那么5奈米是后面的5G大家 对不对 争相在预购的东西 那所以明年第一季5奈米正式开始 之后呢 再来就是一路上了 那明年台积电库很多这个资本支出 它的重点是在先进制程嘛 对所以后面就独大了 所以我就说爆发力确实很强 因为细间距的或者维间距的技术 那它是非常非常强 它其实真的是很强 那么加上股本也小 那小股本又加高获利 应该说高毛利 那毛利率是5成以上的非常高的毛利 那这种毛利一旦遇上营收开始爆发的时候 获利那个成长都会更大 对不对 因为你的股本也不大 这样毛利又高嘛 那先进制程越往上 那ASP又更高 ASP更高毛利又更高 所以这就是一个 有没有一加一大约的效果 那当然就会一路创新高 对啊 所以我上礼拜也跟你说 很快就会创新高 对今天果然创新高 好啦933块钱 今天再创新高 那么5G 苹果 还有先进制程 那5G是大陆的5G 大陆的5G 大陆5G的射频订单 那么射频订单呢 在第三季已经开始小量出货了 那么接下来到第四季会更明显 那所以大陆的5G这一边 那一方面它技术领先了 那再来大陆也要去美国化嘛 那所以5G射频的订单已经先出来了 还有包括处理器的订单 那所以5G明年也是更大啊 明年也是更大嘛 不管是5G手机还是5G基地台 明年都是比今年倍数成长 而且是几倍的成长 那个成长幅度是非常大 所以你要考虑这个明年 这个成长力到最强的股票 我就说一定要更好 对不对 因为股价终究是要反应的啦 那一定就是走它自己的多头 那这多头就是一路超新高 对就一路上了 好所以中国的5G 那么基地台跟手机的订单 那社评的订单 好所以呢这里已经开始越来越强了 那么苹果明年就独拿了 因为现在也只有它一个人过认证嘛 所以A14既然是用无奈米的话 那只有这一家而已的唯一认证 那所以就会通斥苹果的订单 这就会非常强了 那加上先进制程的优势 对不对 因为以后的主流一定是先进制程 那先进制程里面 对不对 越是先进制程 对金车越有利 因为它的门槛就是更高 对不对 就更有利 那么其他的东西是一路领先 是非常强 所以今天创新高就很正常嘛 933块再创新高 好所以呢 所以就说 有时候是真的不用在指数上面 琢磨很多啦 对不对 除非你是赚指数钱啊 你如果是赚指数做期货的 当然那就另当别论嘛 那如果你不是做期货的话 我觉得根本没有差 所以我常常在说指数 涨20点跌20点都没差 涨30点跌30点也没差 其实真的都没有差 重点是表股嘛 重点是什么股票可以让你赚五成一倍 什么股票可以赚大钱 什么股票可以让你真的好好的 一大波直接赚薄 这个才重点 来我们看到金测在500多块钱 500多块的时候就跟你讲 一个苹果就涨到1520了 那么现在除了苹果之外还有华为的订单 也就是5G的订单 从5到有的新订单 那苹果今年订单开始回来 明年到5奈米那就独家了 这非常非常强 1520就只有一个苹果 现在是两个一起来 所以会大涨 有没有 这是标标准准的 底部开始起涨的大标股 空间会非常大 那这500多块钱嘛 对不对就一路上了 好了500多块钱占上600块钱 然后到600多块钱 对不对66创新高 然后占上7字头 对不对7字头一样涨停创新高 然后接近8字头 接近8字头以后震荡一下以后 直接再创新高 对856创新高 好了856块创新高以后 891再创新高 另外就一路创新高了 那908创新高 对创新高后震荡 那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大波一大波上去 对一波一波往上 它不会每天涨停啊 但反正就是会涨 反正就是会一路上 就是可以赚很多 对不对 结果果不起来嘛 有没有轻轻松松的今天来 一下就创新新高了 933今天再创新高 那尾盘数一样拉起来 对唯一合格的供应商 5奈米就它天下了 那以后3奈米更不要说 因为这就要领先嘛 所以苹果 其实这一个就很肥了 加上5G也很肥 对不对 因为5G也是非常大的比 而且这是中国的5G 对华为的订单 所以这势必是 很快你就会看到四位数了 我一开始就这样讲嘛 所以我就说标股要锁定好啊 其实 这你就可以印证到 有没有 全体锁定就对了 这没有别的方法嘛 对不对 最好就是这样啊 因为全体锁定 你才可以准断赚到嘛 对不对 不然赚零头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就是要全体锁定啊 全体锁定你才可以这样嘛 对不对 要涨5成的股贩就赚5成 要涨一倍就赚一倍 对不对 你就是把握标股 然后全体锁定 好 我们看到金测 这500多 有没有 它不是只有一个买点 好几次上车的机会 而且都公开讲 对不对 我们不是说很久以前跟你讲过一次以后 然后就算了就一直亮到现在 不是这样讲 是每一次的买点都告诉你 什么地方是买点 然后一路告诉你会怎么走 对不对 还会继续涨 然后跟你说要怎么把握 所以你不止一个买点 每一个买点你都进场就真的赚班了 真的赚班了 不要说资金很大的朋友 对不对 你可以每次五张十张买 对不对 你就算资金稍微没有那么多的 你每次一张 你一样也赚班 你一样也赚班 500多块 600多块 700多块 800多块 对不对 一路上来 每一次都有买点 每一次都可以大赚 你买500多的都已经赚300多块了 那已经快要400了 非常非常强 买600多的一样赚300块 对 一样非常强 买700多的一样大赚 买800多的现买现赚 所以你怎么买都可以赚钱 所以我就说要把握 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 有没有 这个获利益大爆发的股票 其实就全力锁定嘛 对不对 5G 对 苹果 现金制成 对不对 所以我说要把握好吗 对不对 5G大爆发 基地台手机 跟其他5G的终端 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全部供应的 还有包括苹果 对不对 因为无奈米 它已经是独家认证了 那么加上又去美国化 其实有领先 所以一张五块可以赚多少 你这里经常赚这么多 这里经常可以赚这么多 你这里经常一样赚班 有没有 你就算晚一点的 一样啦 这个也是随便 都是上百块的获利 这个也卸百先赚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要把握好吗 就回到刚刚讲的啊 真的是标普要把握好了 真的要把握 因为 自从就是权力锁定 真的就权力锁定啊 就权力锁定就对了 对不对 因为 终究要大涨 这合理的评价就是会涨 五成一倍的就权力锁定 那一次就可以赚班啊 对不对 你看利基也一样嘛 利基 有没有 有没有都可以直接转 这全世界第三大 对不对 前两个人家去美国话 那当然就第三个最好了 那再来华为的东西开始了 对不对 那么第二季是认证 第三季小亮 第四季开始放亮 然后第四季开始正式取代Skywall 到明年贡献全年 所以明年15块钱 那也有法人觉得16块以上 那不管怎么说 从20倍本一比起跳是正常的 那么甚至还更高 对不对 因为 那么大的一块大币 然后它的门槛又高 然后加上 这个又去美国话的效益 所以它当然会喷嘛 有没有 产能 2020年的产能 已经取得倍数以上了 有没有 它要跟谁拿呢 就是合作厂商就是 宏杰科跟吻茂嘛 宏杰先创新高 今天吻茂创新高 那为什么创新高呢 就是因为这里好嘛 对不对 到明年订单年建都 已经直接拉到明年第二季了 非常非常强啊 而且中国又推的这个 全市场只有一家 好了 所以一路创新高 250创新高 对不对 255一样创新高 那今天早上 其实差一点点就要创新高了 今天早上251块钱 准备要创新高 好那震荡一下之后 还是一样会创新高 因为每一个都是明年 非常非常强的动难 所以呢 反应比非常非常低 这个合理 我想先二十再三十 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所以那空间就很大 所以你看这样赚钱 是不是很轻松 本来就锁定标股啊 锁定标股就可以赚大钱了 因为 现在就在反应后面的新趋势嘛 是不是 我一直在讲说 第四季要涨的股票 不会再涨说 今年第一季怎样 第二季怎样的东西 因为那都已经过去嘛 现在开始涨 就现在开始往后四季 对不对 还有明年的四季 对不对 后面获利要爆发的股票 明年趋势对 对不对 趋势强 然后又有离基性的 就这种股票就会喷出 而且一次就可以赚购 我觉得其实 就是把它锁定就对了啦 就把它锁定好啊 因为一档就可以大赚啊 像金车这样锁定不是很好 你从500多块这样一路上来 现在不是很好 是不是胜过很多 其实一档股票 你真的就可以直接赚购 对啊 你锁定好之后 你要赚300多块钱 都可以很轻松的赚 是不是 你少一点进场 一块400块的获利 慢一点300的获利 再慢一点200的获利 不管怎么讲 你都可以直接赚 锁定标股就对了 对不对 那种趋势强 就是有利基性有强的 就只有那一家的 对不对 技术能力特强的 这我就最回盆了 来 这档股票锁定好之后 其实今天很强啊 今天非常强啊 仙气层还有另外一档大标股 那还是独家的东西 那加上去美国化的效益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还没有喷出 最重要的是 刚刚打完底正要喷出 打两个月的底啊 那现在正准备要喷出 那今天其实就收得很漂亮了 因为今天就越走越高了 而且今天其实真的蛮漂亮的 对不对 今天我想所有的人都已经 都在赚钱 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在赚钱 那还会越赚越多 因为这底裁刚打完而已啊 那正准备要喷出啊 先进制成也是非这个东西不可 非这个东西不可 那东西又独家 然后价位又漂亮 那种价位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买 大家很喜欢的价位 又可以买得多 那所以这档股票今天非常漂亮 那么有机会还要再持续买 因为已经讲过就很大的空间嘛 既然很大的空间 当然就全力锁定了 因为我一开始就讲了 我觉得五成空间应该是合理可以期待的啦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当然二话不说就全力锁定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一次就可以赚大钱 而且我觉得那个产业是真的力道很强 因为那个区块里面就也没有几家 而且重要的是那又是先进制成一定要的 也就是说七奈米 五奈米 三奈米 它就更重要 它就越需要啦 反正越先进它就越需要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一定要赶快 那当然有跟上的朋友你们都赚钱了 那么有机会要再买 反正还会越赚越多 因为才正准备喷出而已 现在才刚刚开始要喷出而已 所以还没跟上要赶快 那想要赚大钱的 想要赚标股的 想要一口气直接一大段大赚的 就直接更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待会来继续聊 我们下期再见 四个半小时顶尖好手 正面对决 早上九点锁定非凡抢先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纪元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台湾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标股很多 那都准备好了 而且时间也都把你算得很好 对不对 就是说在起涨之前就先买好 然后那是可以算得最轻松的时候 对不对 本来就在起涨之前就带你先买好 然后要赚多少就有多少 对 我们先来看看 来 那么上礼拜 跟你讲到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说这个获利大爆发的标股 那第三季的获利是 2011年以来单季新高 那重点是第四季还会更好 而且还有更重要是股价在低档 好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把握好 有没有 这上个礼拜 那么买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讲了 因为大家都公开印证 这算公开操作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在讲 那我就说你一定要买好 因为这个很快就会大涨 最重要是获利非常非常强 但是大家还不知道 对 那重股票很快就会喷出 所以你看真的可以赚得很轻松 有没有 精彩 好 那么上礼拜三买好 最后礼拜四有没有 直接就上去了 有没有 那么获利大爆发 第三季的获利会是 2011年以来的单季新高的获利 那么第四季的获利也强 对 股价还在低档 好 所以买好以后就上去了 第二天就直接赚钱 买好以后然后直接喷出 有没有 那确实也是如此 来 礼拜四的时候大涨 都可以赚很多 而且成交量也很够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有没有 上去以后 对 马上就赚钱了 然后礼拜五又创新高 对不对 继续 也继续创新高 那今天的精彩呢 是不是一样创新高 是不是大家今天看到 从开盘以后就很多人在讨论 电视也在讨论 有没有 因为开盘之后越走越高 一路创新高 一路创新高 今年62块5毛钱再创新高 好啦 你看看 你看到多少 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8月跟9月两个月的获利 加起来0.99元接近1块钱 对不对 两个月就快要接近1块钱 还要再加上7月份 所以算起来大概在1.2到1.3 这个是2011年以来的新高 对不对 2011年以来的新高 那股价在低档 对不对 重点是那时候还没涨 你看提前买多好 所以事前就带你买好 上个礼拜就讲了 也公开操作嘛 所以上个礼拜三买好后 礼拜四大涨 礼拜五继续创新高 今天还是创新高 所以一转眼就从53块左右 走到63块5毛钱今天 今天收盘62块5毛钱再创新高 你看才多久而已 三天而已 礼拜三买 礼拜四大涨 礼拜五继续涨 今天再涨连续三天 对 三天都大涨 对 三天的时间 这样一差也差了9块多了 对不对 就三天而已 一样可以赚大钱 而且那获利真的就这样 你现在看到出来了 对不对 出来以后真的也是 两个月的获利就已经0.99元 对不对 就还加上还没加7元 所以这个获利笃定就是 2011年以来的单季新高了 那我上前就跟你讲 起涨前就跟你讲 重点起涨前就买好 买好这就最快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今天很多人在讲 报纸也在讲 但是你手上的股判力已经买好 买好就直接打转 其实礼拜四礼拜五就赚了 礼拜四礼拜五就大涨了 礼拜四就已经大涨了 还差一点要涨停 礼拜五对不对 一样是创新高 那今天恶化不出当然继续涨 都要继续大涨 那所以我说标股一档接一档 都很容易赚钱了 而重点是什么时候跟你讲 又不是今天才讲 对不对 上礼拜三就买好 礼拜四赚礼拜五赚 今天一样继续赚大钱 所以恭喜大家 就说标股都准备好了 标股当然都准备好了 就是准备好才跟你讲 锁定168标股班 锁码班 锁码起来 什么股票要喷出 什么股票要大涨 什么股票马上可以赚钱 都带你直接锁定 对不对 来 那么上礼拜三 这个金彩买好之后连续大赚 那今天早上当然不是去追金彩咯 对不对 那今天的话 当然这个礼拜的新标股 对不对就准备好了 好先来看看今天一样很漂亮 一样很漂亮啊 今天开盘一开盘是精彩一边赚钱 然后另外一边呢 来新的股票 一样非常非常漂亮 好这是聚机 三五二七的聚机 那么今天早上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买点 所以上个礼拜买精彩 那精彩你来不及进场的人 今天早上的聚机 聚机一样可以直接赚 一样可以赚很快 对不对 这个你自己去看线啊 你看线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发动点 这个今天就发动点啊 带你马上进场了 那今天早上进场 结果果然收盘做掌提 要不要再赚一根掌提 这是5G加上mini LED 那5G反正就是要用了 那这个技术上的详细的东西 再来慢慢跟你讲 反正这一块就是要用到 那还有mini LED 那重点是赚了精彩之后 今天直接新朋友直接再赚钱 来今天的聚机就是现买 现赚涨停 亮灯涨停 涨停锁出 好这个也是刚发动 也是刚发动嘛 所以我就说都准备好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才讲说是168块 索马班要把握就这样嘛 当然要把握啊 你把握你就知道先买精彩嘛 精彩喷出之前你就可以买好嘛 是不是今天你就知道聚机嘛 聚机涨停之前 还没有亮灯涨停 今天再拉出一根涨停之前 你就可以早上先进场 是不是 这叫索马班嘛 都买在之前嘛 而重点是都可以一档接一档赚 都可以直接赚了 所以还没有参加要赶快 还没有跟上要赶快 因为东西都准备好了 都已经在口袋里了 都已经在口袋里 只是发动点不一样而已 那其实还有一个法人在权力锁定的 还有一档 法人在权力锁定的新标股 那锁定的原因呢 现在还没有人讲 也没有人知道 报纸也没有告诉你 媒体也都没讲到 那但是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爆点的一个新订单 这是法人现在全力锁定的新标股 那这档我觉得要赶快了 因为现在都还没有人讲 都还没有人知道 那那个一旦出来之后 就绝对会喷出 所以还没有跟上 记得一定要把握 对不对 这种反正都跟订单有关了 都是跟后面趋势有关了 那重点是才正准备要喷出 所以像这种我觉得都是 可以直接大赚的 像这种有新订单 都可以直接大赚的 而且新订单 如果有讲到那几个重要趋势 就可能可以赚更多 所以还没有跟上 记得要把握 来 就在168索码班 一起来 一起来赚大钱 一档 一档 一起来赚大钱 跟我们现场注意联络 一起来赚大钱 拜拜